明星快报报 还是失败了 从第一季的如坐针毡 如芒刺背 如梗在喉 到第二季的胃同嚼辣 胃如鸡肋 如此乏味 既不是导师 也不是参赛学员的李成儒 凭借着犀利的点评在网络上转足了 吃瓜群众的眼球 如果第一次走红 还可以解释成偶然的话 那第二次还能这样说吗 所以归根结底 还是李成儒敢说真话的缘故 而作为一个年近70的老人 李成儒为何会有这么的力气 自然也就成了吃瓜群众 比较好奇的点 近日 李成儒接受媒体专访时 谈及在节目里 一直在炮轰的原因 他坦言演员 是自己一生热爱的职业 不允许有人玷污 其实我去的原因是 发现好的作品 好的演员 可是看到的 实在太差了 不是一般的差 看不下去的时候 我才炮轰 何止是 李成儒看不下去 相信对于 不少吃瓜群众而言 节目中 一些青年演员的表演 确实是差劲得很 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竟然还能获得S卡 被李成儒炮轰 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此外 李成儒还分析 现在有些年轻演员 台词差的原因 原因多简单 没文化碑 没看过几本书 也没练过几天 台词 他认为一个 没文化的演员 去塑造一个 有文化的人 那是不可能的 也正是因为这段话 网友就现如今 娱乐圈一些演员的状态 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以往的演艺圈 不说你是什么 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 最起码也是某某文工团 话剧社的人 表演经验 是肯定要有的 哪怕诸如黄博 这种半路出家的人 在踏进演员这一行列后 也是想法设法的 考经北电的 可是再看看 现如今的演艺圈 甄别演员哪里 还需要什么学历 经验啊 只要你长得好看 就够了 选秀节目出身的流量 爱斗前赋后继的 往演员上发展 自豪不考虑 自己能不能行 反正有脸 就足够了 一些甚至连初中 都没有上完的人 演起大学生 甚至是更高学历的人 怎能不让人出戏 台词背不好 甚至自都认不全 剧本理解一塌糊涂 可这似乎并不能 阻止他们演戏 就像李成儒所说的那样 不是会说话 就能当演员的 只有对作品 深入理解 才能说好台词 要深入理解作品 就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 而说到这就不得不提一下圈里 诸如王一博一样的 酒漏鱼 虽说台词方面 并没有爆出多大的事情 但因为写错字 王一博可是没少被嘲讽 当然 李成儒在采访中 也没有指名道姓 再者说了娱乐圈 诸如王一博这样的 也不在少数 只希望这些人 能好好提高一些 自己的文化水平吧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